那因為他們現在指控說那個團體的背後是共青團 那這部分的問題 那他有共青團啊沒有啊 是不是他們現在指控說那個 就是做共青團來操控這樣子 那你覺得這部分呢 如果是這個 嗯...我想看我要怎麼講 那因為他們那時候不是說這個是共青團 沒...他亂講的啊 民進黨你們以為加入共產黨還是什麼共青團 填個Google表單就可以喔 不要開玩笑了 台生加入共青團是有刑責的 如果有證據 歡迎檢舉李明璇 不要含殺攝影 只為抹紅標題殺人 民進黨你們現在只敢用嘴影射 網軍捏造兩個人的對話 就可以開始鋪天蓋地的造謠李明璇 反觀你們民進黨 過去以來抹紅手段不斷 蔡英文跟賴清德你們口口聲聲說要兩岸要交流 現在民進黨又把正常的學生交流進行抹紅 那我的提告也很簡單 就是要遏止這種每兩年一次為了選舉抹紅的卑劣行為 尤其是民進黨內政經濟亂七八糟 弊案層出不窮 又把台灣帶到一個戰爭危險的邊緣 他們的總統參選人口口聲聲說要和平交流 現在又卻對一個過去在和平時期參與交流活動的學生 集體霸凌追殺 民進黨你們每一次這種二職的抹紅選舉操作 大家已經早就很厭煩了 我們要勇敢的唾棄抵制他們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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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